蠻广泛的,我在browser上面可以用之外 我在我的手机上也可以看到完整的功能 也就是说手机打开 我就可以看到所有我Excel的档案 那如果说你有习惯是直接把那个Worksheet 就是你的那个Excel档案传到Google上面的话 那等于就是传到云端上面去 我随时可以看到 另外Google的试算表最强的地方说 它不只是试算表 它还有表单的功能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有相关的表单 我可以给user一个界面 他填完资料之后 会到我的Excel的试算表里面 我是把Google的试算表拿来当资料铺运用 所以资料填进去之后 另外它更强的地方 我平常实务经验用的就是 只要user有填资料之后 我也可以设定说 它可以转发一个email提醒我 有人填的资料 那我手机 我会看到有一个message进来的 我会看到,那我就可以上去 Google Docs,我有装这个 一开起来,我就知道有人填资料 那什么人填资料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 相关的讯息在使用上真的非常方便 也就是说,以后云端作业 加上无线上网 加上中端装置、智慧云手机 你会发现 你无时无刻都可以达到你理想工作的目的 如果这里有一个缺点 就是随时另一样都在很辛苦的工作 不过这个也已经没有办法了 但你没有养成习惯之后 你会看到你的效率很高 好,那这个会跟你的生活